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久之前他刚刚结束他在台南的各展 而就在今天我们访问他的同时 在他的故乡宜兰美术馆 他也展开他个人的一个新的展览 他怎么看待自己 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影片 待会儿我们来介绍铜雕艺术家庄敬文 有别于一般厚重的铜雕 庄敬文的作品散发独有女性特质 在首度展示的几件大型创作中 这件风的引力 很能感受庄敬文在不同的风景中游移 被牵引出的线条与律动 它的身躯其实是比较圆润的 下半身比较像一颗种子 然后我就像种子一样被风吹回来了 我做了个风系列 希望可以做到那个种子 落地生根的感觉 可是又希望有风的轻盈感 它这个生命的足迹 在飘荡的过程中 风牵引过来的过程中 它可以留下一个比较优雅的生命 因为有风 沉重的铜雕也变得轻盈柔美 因为是公共艺术 所以和观看者互动更多 这位滑冰女孩 在观赏着与她手握手转动瞬间 手心温度传递出去 也产生动人的物资 而迷路女孩安静不语助力着 她怕惊扰谁 那身后背的网又想捕捉什么 那这件作品是我从San Diego开车到Oregon 然后有一次经过一个湖泊的时候 看到一群群的水鹿跟我对望 然后你看到他们那个眼睛很亮亮的 可是又有点惊恐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你就觉得你的梦就像那群迷路一样 就是很怕受到惊扰 你必须要非常小心翼翼地去接近它 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所以它是一个寻梦作品 然后它身上有背一个补梦网 补一个好梦 就是好梦来 噩梦不要来 作品外表的温柔细腻 完美无瑕 其实是来自庄敬文 汗了磨掉 磨了重汗的分寸计较 因为我的作品就是处理的方式 它的表面是比较细致 然后就要让它呈现它那个光泽跟弧度 所以需要很多的打磨 那在打磨的过程中 如果你的铸造有点瑕疵 过程中有一点水气跑进去 就需要用焊接来补 所以你就是一直在磨补这样的东西 还有在焊接的时候 我们瞬间那个温度到一千多度 很容易瞬间焊得下去 它就会呈现一个凹洞 啃疤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 很简单的弧形过程中 就会更加的困难 每完成一件作品磨得是自己的心智 铜雕制成繁复 从开始到完成坚持一手包办 让它失足苦头 其实我在做这件作品 尤其是大件的作品 有用发泡素材 还有我们需要用很多的 石膏 补土这类的东西 然后当我们在磨的时候 就是自己就磨得跟像 像一尊雕像一样 白白的粉尘覆盖这样子 所以即便你有护目镜 你有很多的保护措施 这些东西还是会跑到眼睛里面去 很多朋友看到我的时候 就是眼睛都是红红的 布满血丝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我很像那个小白兔眼睛红红的 这篇五千字 名为《眼泪》的作品 是作家好友花伯荣先生 在庄敬文办展前送给他的礼物 而繁花盛开的祝福 则是对于那些 曾经给他心灵安慰的朋友 最深的感谢 就是一草一木 都是发自心田的感谢 你不觉得生活 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吗 就是该说谢谢的时候 就要说谢谢 然后做错的时候 就是对不起 所以你才有办法 有一点点梦 你才可以 就是往前走一点 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一遍遍重来的过程 最终选择不放弃 庄敬文的同雕作品 一如他给人的感受 温柔也充满任性与坚持 好 各位刚才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庄敬文小姐已经侃侃而谈 谈他的想法 谈他的梦了 还有他的创作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同雕艺术家庄敬文 在我们的现场 敬文你好 蔡大哥好 有两年了吗 睽違了两年了 大概一年半多 一年半多 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记得你也是为了一个展 第一次 第一次展 首展在伊兰 故乡伊兰 伊兰文化中心 可是就在我们今天跟你访谈 同时又回到自己的故乡 现在是刚结束台南文化中心 是故乡把我送到台南去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 六月多 六月准备回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让所有的朋友来回顾一下 你其实讲起来 你算是一个完整的 受过完整艺术教育的 一个艺术家了 学院派 所以你是学院派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也不算 我是到美国才开始 可是也不是真正在 所谓的艺术学院 我是到艺术系 到社区大学 也有到UCSD这样子 可是太贵了 我后来还是回到社区大学 会到这个地方是因为 它的设备很完善 让我用 OK 你可以在那边 一边上课 自由的挥洒 一边挥洒 对 所以我在那边待了很长的时间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对 但学院也有教授 也有老师 也受过指导 但最多的时候 还是在铸造厂的时候 还有自己对周遭生活的一些认知 慢慢培养出的作品 摸索 因为你提到了铸造 通常一个女生 特别那时候还年轻的 这么文静的一个女生 接触到这个领域 开始着迷 在你的那个朋友圈 或生活圈里面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哇 好特别 或者 蛮怪异的 在美国 他们是全然不知我在干嘛 回来台湾 好像也是一知半解 因为我就说我去工厂了 大家就直觉你在干嘛 直到是两年前的首展 大家就觉得 原来你有在做事情 你有在做事 有作品 才开始尝试去了解 那段大家搞不清楚 你在干什么的那段时间 你的家人呢 你家人知道你在做一个艺术工作吗 更不清楚 对啊 他们也不会好奇的问吗 他们知道 因为我工作室在 其实在住家附近嘛 所以他们会经过看一下 然后他们会觉得 这些在干嘛 因为他们看到的阶段 是凝朔的阶段 还有做模子的阶段 那成品我都是 没有放在那边嘛 所以他们看到的是 一堆素材材料 这样子的过程 你自己寂寞吗 会觉得很孤独很寂寞 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创作是 是一条很孤单寂寞的路 可是至少现在 你有展览了 一次又一次的展览了 更寂寞 可是在那个 还没有展览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观望你 不知道你在干嘛的时候 那个内心不会觉得 蛮 我其实不太在意 别人怎么 你就照自己的想法做 对 其实那时候 也没有确切的想法 我就 就是 就做啊 就做到 觉得什么时候 是不能做的时候 然后再停这样 当你跟自己最亲密的家人说 你有一个第一次要个展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没有反应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真的吗 他们不知道这个女儿 这个孩子是对艺术 还没有看到东西 然后看了 他们也觉得不懂 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些抽象的线条 那其实我在美国有展览的时候 我有寄那个invitation 回来给家人看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什么 这样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解读 这样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们当然很关心你 很爱你 你是他们的孩子 可是他们对你做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 这样子来说好了 我爸爸是从我小到大 完全是随意我 就是 怎么做 只会问我有没有钱 有你去那个 对 然后他不干涉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关心 那妈妈的话 他会觉得 女孩子是不是应该 照着什么样的脚步走 就这样 所以可是我大概二十几岁 我就逃脱了 你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了 对 我就出走了 一个艺术家的女性 就不是一般的女孩 我就已经出走 就去美国了 工作也不要了 这样 所以管不动 好 我们待会 我们待会的第二段以后 会比较完整的 来好好谈你的创作 但是我们现在 先有一些东西 再让朋友来了解一下 回到台湾一段时间以后 你觉得你的创作观 跟在美国的时候 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有 创作的想法 创作的观念 有 变在什么地方 想做的东西 还是一样 非常想做 但是 多了很多 人事物的干扰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 不要讲家人 朋友 很多的质疑 在美国很单纯 日出而作 日落而行 像农夫一样 这些社会 有没有人会干涉你做什么 没有人 或者说也不会有太多的好奇 对不对 对 然后进工作是跟你一样的人 很多啊 就是会很 appreciate你在做这个创作 在台湾不一样 就是台湾 我有很多的资源 在台湾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也有很多的 我自己没有想到的状况 这样子 就是回到一个你熟悉的土地 可是在这个熟悉的土地上呢 当然就自然而然的连带衍生出了很多 也许飞观艺术的各种因素都出来了 对 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 好 我们带回来就好好的 先从台南这次的各展 毕竟台南这次的各展呢 是庄敬文这位同雕艺术家 回到台湾之后呢 第二次很大的一个展览 从这个展览之后 慢慢的他就在他的故乡 再做一次展览 那他怎么看待这些展览中 呈现的作品 做表达出来的一些他的想法 跟他对台湾这块土地 或者甚至同雕艺术的思索呢 马上回来 好 你对于雕塑或者是对于同雕 有多么的了解呢 我们在现场的是宜兰姑娘 台湾非常年轻的同雕艺术家 钟敬文小姐 我请教你 一个女性从事同雕的时候 说实在在体力上来讲的话 有没有她的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有 同雕还是很费力吗 很费力啊 从头到尾都很费力 好你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的同雕的大概的一个流程 你用的方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搭形嘛 搭形的话我现在就是用发泡 保力笼 这样比较轻的材质来做 做放大 然后再做表层的 做石膏的处理 然后再做模子 所以跟传统的拖拉那些 要翻杀 那么大的话要翻杀 没有办法做拖拉 可能局部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翻杀 主杀 好 所以换说你的大型的同雕 还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我记得我们两年多前 你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对 小号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转变 希望自己的作品 可以在公共的空间 让人家看到 跟不同的人相遇 越大 大 大就是美 不一定大就是美 小的美 大的就会美 我认为 那你希望走入人群 走入不同的空间 不管医院 不管街道上 让他没有办法 典藏你作品的人 一般民众 他也可以感受到 你作品的魅力 或是可以 比较近距离的 接近艺术品 这是我的用意 你的同雕创作 有没有一个 明显的师辰 或者是什么样的流派 对你印象比较大 还是说你其实是 坚容必需 没有 你很自由 我很自由 我本身的个性就很自由 我会去看展览 我没有跟 其实童调老师也非常少 所以不管国内外 我也没有机会去找一个 我自己非常崇拜的老师来 拜他 就是在他门下 所以就一路将 其实是被动式的 做下来 所以在技术的部分 技术的流程的这些部分 也是逐步摸索的 逐步摸索 学校有一些 在学校的教育 艺术系 雕塑系 有一些 但其实你回过来看 这些是非常 粗浅的 最多的部分 还是在创作的时候 然后每一个作品的风格 呈现的技术都不一样 所以会遇到问题 就会跑出来 你提到的风格这个字 你现在的创作是 有一个系列的想法吗 还是说其实是靠灵感 灵感来的时候 这个做一下 没有 其实这个是 这个脉络应该是长期的 不能说是培养 但是你长期对 人事物的关心观察 然后体验 然后自然而然 就会形成一个风格 所以我认为风格 应该是 不用刻意去营造或寻找 你觉得它会自己出来 它会自己出来 我认为 好 那我们来聊一聊 台南的这个展览的时候 它有一个主题吗 它叫做 因为风的缘故 因为风的缘故 因为我回来台湾 对 没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对 很多人都说 我被风吹回来 然后风吹到哪 就我人在哪 就人在哪 所以那时候作品的风格 其实你对土地有渴望 你有拘留的问题 你想留又想走 所以成就一批这样的 有风形态的作品 比较律动 然后对 有点乡愁 这样子的作品 所以那时候做了 回故乡之后 就做了风的系列 在台南这支展览 有多少件 大件是五大件 那小件大概二十四件吧 大件作品很明显的 都是这两年的创作了 对不对 因为在两年前 两年多前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还没有 那么大的作品 还没有 所以表示说 大件作品都在这两年 大件作品跟小件作品 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不就是比率的放大吗 但事实上有差吗 有差 差别在哪里 放大 第一个比例放大就不容易 就你要做到等比那么大 那成本也很高 这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 成本 还有技术面的问题 技术面到那么大件的时候 它的变形率很高 然后你的所有一点点作品上 所有的瑕疵 你会八倍十六倍放大 一个小小的点 它会不是等比放大 它是它的缺陷 你之前有一点点 所以如果有一点的 表面上有一点点磨损 撒坑 它会 它放大一盒就很明显了 非常明显 对 那表面的处理 也没有像小件的作品 那么好处理 以我作品的形态来说 你的作品 喜欢上色吗 我有上色 每一件作品都需要上色处理 只是你现在看到的颜色 它有点透明感 很像金属色 但是它是有上过颜色 那这个颜色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 你必须在表面处理非常细致 打磨到非常细致 那以传统的翻纱技术来讲 打磨到那么细致的时候 容易出现坑巴 坑坑巴巴 那坑坑巴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做这么亮丽或浅色的金属色 多半老师都选择很深的颜色 那你如果要做到这么浅的颜色 需要一些挑战 那坑巴出现 你就需要焊补 焊补的时候 那急速的温度往下去 它容易有凹陷 所以你会不断地产生一种状况 就是在摸摸补补 对 然后摸到后来都破掉 或是有法丝线跑出来 这是技术面的部分 我们讲的是讲很细致的部分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浅色的处理 所以我比较勇敢 就做了这么浅的颜色 台南这次的各展 因为风的缘故 那这个要用 要在一个动态的轻盈 因为毕竟是风 要有那种动态的轻盈的那种 立体感出来的话 对一个同教艺术家来讲的话 难度有多高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 用同的表现 表现这么轻盈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是思考上的表现 就是你希望呈现那个律动感 所以不是在一个材质上的表现 应该是思想上的突破这样子 然后把它做得比较有动感一点这样子 把它的肢体的形态 譬如说你现在看到的作品 有单只脚的粘力可以旋转的这样子 对 你通常一个大型的童雕 每一件要花多久时间 最少要日以继夜的话 大概是三个月以上 你现在讲日以继夜就是说 在三个月里面 大概是专心的做这一件 对 大概要三四个月 如果这样的话讲的话 你一年其实也做不了几件 对不对 如果说三个月就 两件其实是了不起 两三件其实是了不起 对 那大型的童雕通常有一组有几 应该这样讲 有你会做成几件 八件 十件 八件 八件 最多到八件 这样的话你的量真的也变不大 不大 以公共艺术的标准来讲 它给你的时间大概是五个月 制作起一件作品 所以我们在做大概速度快一点的话 就是夹紧脚步这样环节都不出错的话 也要三四个月 所以你刚刚也讲了一个提醒我们的 如果不出错的话 所谓的错通常会在哪里 是人为的吗 还是你没办法预料的 没办法预料的状况非常多 没办法 可以举个例子吗 铸造的时候啊 变形啊 有湿度啊 空气 水气的影响会影响到作品的表面 有坑巴这样子 这是铸造面 这些都是不可测的 可以掌握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跑出来 就即使你经验再老到 对 假设说你的作品是一百分好了 你铸造出来的分数 大概你要扣掉十五分 八十五分 它还是会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有变形 会有因为打磨的关系 磨子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 可这就有趣了 这是因为你是创作者 你原来做出来的是一百分 你知道它一百分 所以它铸造出来以后 你知道它扣了十五分 可是别人呢 别人看得出来吗 你们看不出来吧 但是自己过不去 最主要还是自己 就是一个艺术家对自我的要求 你会觉得它过不去 对 那你会想克服 你会想把这个分数提高 所以你不断的是在那边磨自己 在多少分的情况下 你会让它过关 就不会过关 真的吗 你如果认为是一百分 就出来八十五分 你觉得过不了关 一百分是举例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一百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在什么情况下 会觉得它可以过关 在你的手上可以出去 就是我庄静雯的作品 我跟你讲 就是在展览前戏 你必须要让它站出来 所以你还会在一直修 会到展览的前一天 打包的前一刻 天哪 一直是这样 对 因为你觉得它还有机会更好 那不就是一种 你晓得把自己逼到 一种非常完美的要求 把自己一直逼到 几乎就是 但不能讲逼到绝境 因为毕竟在展览前一天 你还是让它出去了 对 应该是说逼身边 跟你一起共事的人 他们比较痛苦 他们更痛苦 对 但是这是一种要求 对 各种要求会变成一种 你可以做到 你觉得是可以做到 不是一种吹毛球制造 不是 不是啊 是可以做到 也不会说是一种 哪一个 这种投入叫做 时间成本跟人力成本 可它会不会成为一种 完美到 一种自我挑剔到的 一种过分的完美的 一种变成个屁了 屁号了 比如说像近期的 《谷者》那部电影一样 对不对 那逼到最后 你的团队都要发疯了 对不对 可是你到底什么是 什么是你心目中 绝对的完美呢 说实在 你其实也不一定 完全知道 你只是觉得它还不够好 它还不够好 所以我就一直往上 我一直认为 就是它可以更好 它可以更好 它可以做到 为什么会有出现 这样的状况 就是要避免 这样会进步啊 身边的人也可以进步啊 这就是我们 今天访问庄静文 我想我们逼出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就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对自己的 那个完美的部分 他可以怎么要求呢 他可以怎么要求 他是要求到 自己心中已经有个 完美的框架了 一定要避到那个程度 还是说他其实 没有那个框架 但他只是觉得 现状都不好 还可以再好 你是哪一种 我觉得可以再好 就是没有一个标准 但是我可以一直逼到 现在就是不够 其实每次还是有一个 对我来讲 就是说还是有点标准 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标准 我认为有那个标准 好 所以有艺术家 当朋友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 那大概旁边一般人 就觉得很辛苦了 马上回来 好 我们常说要止于至善 但是麻烦就麻烦在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那个至善是 他自己心中的一把尺 好 所以我请教你 当你每一次 完成一个作品之前 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它是OK了 客观上来讲 有一个daylight 比如说别人要求 你的作品三个月 你下礼拜一就要交给他了 或者下礼拜一 就要进到展览场了 那这是一个daylight的 时间给你的一个压力 你必须在那之前 做到最完美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最可怕 它没有时间 你心中没有时间 你只有说我做到 我觉得它可以了 通常来讲的话 对像你这样的艺术家 你会喜欢接受 时间的这个压力吗 要有时间的压力 否则你会永远 没完没了 对 没完没了 然后你永远不会有 下一个作品 所以说有daylight 是OK的 对 那你 当你磨一个作品 就是你在一直 搞这个作品 搞几个月啊 大半年之后 你会 就是自己也会没有耐心 它如果一直没有办法 我就会把它 晾在一旁 不管了 就继续 所以你讲了一个关键了 你有时候会把它 搁在旁边 会的 然后再先做别的 对 因为就 就怎么弄都不喜欢 你就必须走开 那你走开一段时间后 再回来看 有时候会有新的想法 就会突破 它会呼唤我 我懂我懂 这个其实很像 跟我们在做别的创作的时候 也很像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东西写不下去了 就停下来吧 停下来 先做一点别的 对 或者写另外一个新东西 或者去看看风气 对 那再回头看的时候 有时候就豁然开朗 突然间又开了 对 所以换来说 有时候艺术家创作也是一样 不能在那边一直钻 不能不能 会生病 钻到最后 有人会非常愤怒 也会了 对 自己也会非常愤怒 非常挫着 对 好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 小说家跟我讲说 他为了一本小说 写了大概改 他意思就是说 写改修 再改再修 到出版搞了五年 他说到后面三四年的时候 他觉得他快疯了 因为每天都一个主题 一直反反复复地 在想那个东西 一直在想 每天就是吃饱饭了 写就写 写不下去了 请一下休息 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看那些材料 重新再看那些相关的资料 再写 搞了五年 他说 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说 以后不要写长篇小说了 太痛苦了 他一个人的一生 他一个女性 他一个女性小说家 生命有多长 一个小说搞掉五年 如果这样推算的话 他自己开玩笑 四十几岁以后 写不到几部了 所以对一个 如果用同样类似的心情 来描述的话 你在做一个大型的 同雕创作的时候 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挣扎吗 我比较挣扎的是 我越做越大 那个时间成本的投入 跟创作成本的投入 很惊人 本来想说 没关系 就卖了好价钱就好了 对 价钱好就可以了 限时的部分 就是会很痛苦 那就得继续 好 追求大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还是放到户外的空间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那这种大 通常来讲是 你自己心中就设想好的大 还是说是 应应空间的需求 空间的需求 他会要求 对 因为我曾经看过 还有作品的心态 对我有看过我的朋友 创作在一个大厅里面 挑高 拉高了大概五层楼的 那种高度 那已经是他大厅的 几乎到顶了 对 可是看起来真的很壮观 我也看过一个老画家 他为一个香港一家银行 他那个银行就是 为了那个而做 银行就告诉他说 你看我这个 挑高二几米 对 这个整个墙 我希望有一张画 其实就是每一层都这样 坐电梯上去 都看得到这张画 他就为这个设计了一个 那画家说 那是别人给他一个空间的要求 可是呢 这个后来最大的麻烦是 这个画以后 要借出来展览呢 很辛苦 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展场 是可以用这么大的画 这么大的一个墙 把它挂起来 所以最后他展览的时候 他是用平的 在地缘上这样 这样平铺 其实我有遇到这个问题 这次的那个上一档的 台南文化中心展 他的门下不去 可是他里面展场是五米多 我懂就是进不去 那个门进不去 所以我必须做组装 就是到里头以后再重新组装 这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不管是公务艺术或是建案来讲 我们都必须要先了解空间的属性 然后你才有办法创作 合适的作品进去 这是 这是跟这个地景 有关系的作品 不是只是把你的作品 放进到空间里 所以在这边我就可以跟你聊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们自己主观上想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想法 是 另外一个是说 他给你一个空间的概念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需要一个等多 所以你要必须了解他的空间 对不对 这两种创作会不太一样吗 当然完全不一样 自由度是 我自己想要做的那个是最自由 我现在还是倾向去 就是自己的创作 但他缺点就是 你很可能做那么大以后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进去 对对对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仓库来放 或是工作室 然后你很重嘛 这很重嘛 所以你必须要有悬吊系统 对 你的整个的创作成本 整个拉高 没错 所以当他这么大的时候 你需要的 你也就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室里 你需要一个团队了 我需要一个助理 然后加上能够操作那些器材 团队 对 好我们这一次 就我们现在在访谈的这个同时 在你的故乡宜兰美术馆 也有一个您的个人的大展 这一次展跟之前的台南 台南的展览有什么不同 作品不同 全部不同吗 没有 有一些大型作品还是 有加入新的作品 加入新的 加入哪些新的呢 有配合宜兰美术馆 或配合宜兰故乡 做一些设计一些吗 没有还是以自己的心意 对想法为主 那有什么呢 主题叫做如风起食 还是风 还是风 如风起食 再回到故乡的意思 对 所以主题还是不变 但是心情上不同 呈现的方式也会不同 因为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对 所以你看到的 所有的作品到不同的空间 都会给人不同的感受 所以这次回到美术馆 希望做的是更完整的呈现 然后更能表达自己的方式来呈现 在自己的故乡办展 跟到外地去办展 压力很大 你的小学时代的青梅竹马 都来看了 就是啊 家人都来看了 看看这个庄敬文在做些什么 对 人家在工厂里面 还以为你在开工厂呢 就现在看起来 原来是做所谓的艺术家 会有比较多的资源 但是也会有相对的 不同的压力嘛 但最重要的 就是最主要的压力 还是自己给自己 你希望作品是呈现最好的状态 然后你站在那边 当我们说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或艺术家 有自己的风格的时候 你会喜欢这个风格 跟你的土地 故乡的土地连在一起吗 还是说你比较希望 自己的风格是更自由一点 更超越那个 我一直没有想到风格这件事情 风格一直是别人说 你的风格 你的风格 然后我再去看我的作品说 那是我的风格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那我觉得这个土地 其实应该讲 这个岛屿 这个台湾这个土地 因为我有 有十年时间在美国 从美国那个角度 望向这个故乡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情节跟思考 那回到创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是在台湾长大 可是我到美国是重新从 它是孕育我创作的养分 其实是从那边开始的 我接触立体的艺术 是从那边开始 所以也会有不同的情感 那边的创作环境 跟台湾的创作环境 截然不同 所以自己常常是 很多作品是 其实有很多矛盾的心情 对 像如风起时 这次展览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 很想留又很想走 那你心中的梦 风一吹你就想动 这样子 是那时候 回来台湾的心情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 这些作品的呈现 回到台湾 这样算一算 也有几年了 我不敢算 真的吗 对 我们看到的资料 好像是说 2009年回来的 2010 2010嘛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其实还没有 还回来台湾的时间 还没有在美国时间久 对不对 还没有 可是我觉得蛮久 对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 纠葛多了 我觉得在美国 十年好像一天 就是早上九点起来 去工作室 晚上九点回到家里 日子比较单纯 放单纯 就一天 就是一年的感觉 回来台湾 它有点 好像搭云霄飞车 你的心情的起步比较大 你的思考面向也不同 但我尽量回归到 比较单纯 比较纯粹的时候的自己 这样子 才有办法继续创作 你在美国那十年的时候 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 台湾这个背景 会在你的创作里面 一隐约约的呈现出来吗 你觉得 现在回头在这个 会啊 还是 还是有 那比重呢 比重是会多到 会多到超过你对于西方的 对于一种 没有一种土地的 土地的黏着的 创作的那种自由 会多到那个程度吗 美国其实给我的影响 比较大 比较大 那现在回到台湾来以后呢 感觉呢 当然是周遭人 大家给我的影响比较大 比较大 对啊 在创作里面也是吗 在创作里面 我其实常常会 会离开 就是我会 自己 去旅行 你创作的时候 你在乎评论家的观点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一直不在乎 所以换句话说 评论家怎么讲 或者他 他分析什么 你并不是 并不很在乎 你最终还是回归到 你自己的创作啊 对 那你在乎 那个嘛 来看你的作品的这些 一般民众或观众 我很在乎 一般就是说 完全没有接触过 同条作品 或是不认识我的人 然后他看到我作品的感受 对 可当他们如果问出 或者眼神散发出说 这是做什么呢 你会很乐意跟他们解读吗 我愿意导览 我几乎在所有的展场 我都会 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 我一个人 两个人 我都导览 因为就像小孩子 或者是像 有一些农夫 他从来不进去 没有机会到美术馆 或是有一些 有些人他从来 一辈子他都不会去 美术馆的人 那当他去美术馆了 你必须帮他 拉起那个线头 开启一扇窗 告诉他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作品 虽然他来看 他有不同的阶读 但就像小孩子 他很单纯 他有很多的疑问 那你可以帮助他 跟接近艺术品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台南的故乡的 宜兰朋友 如果在这段时间 进到宜兰美术馆 去看庄敬文小姐的 同雕的话 其实也可以 很开心的 很大胆的 去跟你面对面 对他们常常在展场 就是说 看到墙壁那个照片 就说 你是那个作者吗 这样子 他们会想要知道 对 他们会有 我们会有一些互动 那我觉得很好 那其实是一种 也是一种养分 滋养你的养分 让你觉得 还是有人看吗 还是有人喜欢吗 那我明天还可以 今天还可以继续建工作室 就是还有一点点力量 不然你常常很多力量 是被拿掉的 被外界给拿掉的 所以这些 其实是一种 很珍贵的养分 你可以觉得 好啦 那就再做下去 就再磨一天看看 它会不会更好 这样子 它是一种养分 好 我们带回来 还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就来继续请教 同雕艺术家庄敬文 他担不担心 自己创作的疲惫 担不担心 自己创作灵感的 某种枯竭呢 马上回来 好 事实上对于 同雕艺术家庄敬文 来说的话 这几年 当然投身在创作里 可是刚才在聊天 各位就可以听得出来 他大型的创作 事实上数量并不多 那我请教你了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生活还可以吗 这样做一个专职的艺术家 你现在算是专职艺术家 你没有在教书 也没有在做其他的 没有办法教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生活还可以吗 过得去 你觉得过得去是指说 OK 生活上还可以 我一直觉得 艺术家其实不用过得太好 在物质上不需要太好 很容易带多 可是也不能每天 为了三餐在那边 伤脑筋 对不对 不会啊 你有一季之长怎么会 最大的负担是 创作成本的负担 因为你们的创作的 其实都一样 每个创作的都需要付出那个成本 对 可是对你们来说的话 铜雕的成本主要花在什么地方 铸造 铸造 铸造的费用很高 跟开末 这种哪花钱的 很花钱 可是你现在走了这几年下来了 尤其是大型的展类也慢慢出来了 长家应该也慢慢的会出来了 对不对 特别是你这几年看起来 你也投身到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领域里头 公共艺术的案子好做吗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但是要自己去跑吧 因为有些东西要去跟他谈 我没有耶 我就是很懒惰啊 你就等人家上门吗 我其实 这次也算运气还不错 对不对 就人家有来敲门这样子 对 我是很被动 因为我都一直喜欢 待在自己的工作室跟工厂 我比较不善于 我也没有经纪人 在帮我运作很多事情 所以包括这几次的展览 都是邀约 那你对公共艺术 有自己的想法吗 就是说 你在脑海中的一种 公共艺术的概念会是什么 我觉得 台湾的公共艺术 绝对可以更好 在很多的公共艺术 我觉得我自己来做的话 我会觉得是说 配合这个地景的部分 就很多公共艺术 只是一个作品下去而已 那可以配合这个 譬如说你在海边的 或是在公园 或在医院 他有不同的作品形态 出来这样子 那又保有你个人所谓的风格 要述说的语言这样子 可以更好的 所以你喜欢投射到公共艺术 有一种使命感吗 除了你刚刚讲的 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这是一定的 但是它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包括政府 也在鼓励公共艺术 也是因为 它的确在一个空间里头 它可能因为这个作品的进来 使得整个空间的文化 气质感全部变了 是 质量可以更好一点 对 同胶的材质比较特别 它公共艺术 其实它现在使用的 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第一个 它的成本的问题 公共艺术的标价的问题 那很多可以用不同材质来表现 但户外还是有局限 户外有些材质 没有办法 超过五年十年 那铜雕呢 铜雕可以五十年一百年 如果没有天灾 但是铜的价格 如果上涨的时候 那应该就很大 铜的价格 怎么上涨都不会 涨到一个 跟创作成本来讲 来比那么高 也还好 对我们来讲 铜本身的价格 其实也还好 只是材料上的一个成本 但最大的成本 是在那个铸造的成本 跟时间 技术的成本 跟人力 你平常怎么去寻找 创作的主题 我很多的创作 其实每一个作品 都有一个故事 都是来自 周遭朋友们的故事 还有一些自身的 一些感受 当灵感来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方法 去抓住它 书写部吗 就马上去画 会会会 就简单的 简单的大概画一下 你自己勾勒出来的想法 对 这是必要的 然后再回来 再慢慢去想 回来就做了 就做了 对 小件作品 我是不打稿 就直接做 大件作品的话 那当然是 有很多要考量的部分 就会 就会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做 所以说 你的灵感 其实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透过日常生活里面 还有我关注的主题 对 连续几次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也注意到 连续几次 我们提到你的展览的时候 都是跟风有关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许这个风 跟风有关这个主题 真的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了 因为所有的 以后只要大家提到 跟风有关的题材的时候 都会想到 是出自于庄敬文之手 其实这也是一种风格 因为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人生如风 或者是一个女人的生命 或者一个女人的青春 或者女人的心底的某种秘密 都可能像风一样 对不对 那这样他可能就会慢慢地 抓出一个自己 你要的东西 反而复复的都可以在这个题 很多人说我像风 个性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像火 现在火气都比较大 做到东西比较大 那火很容易被风吹袭 所以其实是 是一个小火种 就是很怕风来吹 这是像创作一样 担不担心创作上的 体力上的不济呢 不担心 所以我 这也是 这也是我现在为什么会 一直做大型的原因 因为我想我可能到 如果我还持续创作的话 可能20年后 30年后 我可能只能做 修整版 迷你版的作品了 所以我当我现在 还能爬上梯子 然后还可以在那边 悬吊掉来吊去的时候 我尽可能地用我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去做 体力是一个重要 很大的透支 那你不担心灵感了 我担心啊 也担心吗 灵感也会受到 也会受到 孤节的影响吗 也会逐渐地 随着人生 其实创作其实 其实它一半 就是好像 好像树一样 一半长在 那个黑暗的泥土中 一半是迎着风 我平常每天 就是在黑暗里面 对 会担心啊 然后 可是最大问题 就是不去做 如果你不去做 就永远不会有 你有做东西 他只是做得不好 所以这也是人家讲的 创作要变成一种 劳动的习惯 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它变成一种 劳动的习惯 你不可以停太久 它每天都要去动 所以难怪我看过 那么多八十岁的艺术家 每天还在做 看过很多的作家 他每天逼自己 写一定的字数 这都是一种 没有办法 创作的习惯 对 停了就有罪恶感 又有奇怪的罪恶感 不知道为什么 正好最后这段 我觉得可以送给 所有的朋友 不管做什么行业 都一样 你只要不停 只要能够继续的写 继续的创作 继续的追逐 你就可以保持 自己的梦想 一直往前走 停下来就是一种罪恶 这是一个最好的艺术家 给我们的人生的真言吧 感谢 感谢同调艺术家 庄静文小姐 谢谢你 谢谢蔡大哥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别忘了 在这段时间 有机会回到台湾 或者是就在台湾的话 宜兰美术馆 去看看 庄静文的创作 展现一个女性的一种 非常有风格的 如风一样的 梦幻一般的 风一样的流荡的 这种自在的创作感 庄静文 感谢各位 我们下次终于今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